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比 今天這一部大概是這個模擬農場2013 這系列視頻的最後一部吧 算是 第2集的補充說明 那之前 這部視頻裡面大概會講到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有關這個 正前方 可以 裝載這個收割機具 的街頭 的這種 這個 小的 平台 小的 街頭的這種 貨車 然後 他可以把這個 收割機具的街頭放在上面 第二個呢我們會講到就是有關 大容量的這個貨櫃車 的簡單的使用 然後第3個呢就是有關這個 草地 材質 草地材質模組 的一個 簡單的說明 然後 第4個呢就是有關這個收割速度 收割定速巡航 好 就是你在開動力車輛 好定速巡航的一個 微調 好那也是跟模組有關係 之前沒有說得很清楚這邊補充一下 然後還有 最後一個第5個 就是有關 送貨的插車 任務 好 爬山方面的一些簡單的行得 好 好那我們現在先進到 第一個部分 就是有關這個 可以掛載 可以 承載這個 收割機具 的這種街頭的這個平台 這個小托板 那我們按下P 可以看到 這個小托板在哪裡呢 在這個 附件 這個附件的種類裡面呢 他有這個水箱車 有這個 油罐車 第一個 4800塊這個 就是他可以 掛載在收割機的後方 那他這個主要作用就是 放上這些 收割的街頭 當然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可不可以放其他東西 我是沒有每一樣都是 這個樂趣就交給大家了 好我們如果要 把這個 收割機具的街頭 放在上面的話呢 我們就把 車子 先開到 大概的定位 好 我們從側面可以看到 現在 大概要再往前一點點 對 讓整個街頭的最底端 這個工具街頭 的最底端 大概要處在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 小托板上面有個黃色的架子 黃色鐵架 大概是要 超超過一點黃色這個鐵架 掉下去的時候能夠在上面 比較 穩定的 掛載在上面 好我們這時候在車上按下Q 然後這時候車子就可以後退啦 這時候街頭 就已經穩穩的裝載在上面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 進行一下這個 操作 好各位可以看到喔 這個 收割機呢 他雖然不能像拖拉機這樣 可以 後面可以掛載這麼多東西 但是他可以掛的這個 小托板 然後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在不 收割機就可以同時 帶著不同的街頭 好前往 我們的農地來作業 這樣比較方便 因為有時候我們收割機 成本比較高嘛 所以 可能就一台 然後我們要去不同的農地收穫不同的作物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帶著一個走 作業上比較方便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時候我們 像後面那個玉米的收割街頭 他是可以折疊起來的 所以我們在開車走馬路的時候是比較方便 但像前面這一種 收小麥的 收田菜收大麥的 這種街頭呢 你要走在馬路上有時候 有點擠 他的 他站的寬度有點太大 所以這時候我們也可以放在後面的街頭 這樣子我們 走起路來比較方便 好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有關這個 裝備 前方這個收割街頭的這個小托板的使用方式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進到第二個 就是有關 大型 容量的貨櫃車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我的正前方是這個大容量的貨櫃車 當然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網上有各種模組 都是有 比較大容量的貨櫃車 至於 有一種類型 就是類似前方的 前方這種類型的貨櫃車 他 有 後面幾個輪子 但前面並沒有輪子 也沒有可以給你掛鉤的地方 所以你直接用拖拉機 是沒辦法直接拖走這個貨櫃的 這時候我們按一下P鍵 P鍵我們可以選擇到這個貨車 貨車類別的 從最底下數上來第四個 就是遊戲中一開始給我們 最大的貨櫃車 這個大的貨櫃車呢 他要把它拖走要怎麼辦 要買他底下這兩個 組件 這兩個組件呢 就是可以當作這個 大貨櫃的前輪來使用 而且他可以 連結 大貨櫃跟拖拉機 作於一個中介的一個 承轉的專制 好 那我現在呢前面這台拖拉機呢已經 掛載了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白色貨櫃底下第2個 這個2萬2千多的 這兩個價錢不太一樣 功能是一模一樣 都可以掛這個白色貨櫃 至於他的維護費用呢 大概就是 小的便宜 維護費用 貴一點 大的貴但是維護費用便宜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拖拉機已經掛好了這個 承載的街頭 這時候我們就是 倒車 把它對 對上這個 這個大型的貨櫃 當我們倒車 到這個程度 就是 處於這個 大的貨車的正下方的時候呢 我們的螢幕的右下角就出現一個C 按下Q鍵的時候 它就可以連結在一起了 這時候我們 開動來看看 就是 大概像這個樣子 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大型的 貨車 來做一個使用 在裝載貨物方面 真的是相當便利 那我們下一個 就來講到有關 草地模組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草地跟我們一開始 遊戲 原本的版本的草地 不太一樣 對不對 右手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塊 沒有長草的地方 大概就是原本 遊戲草地的顏色 那這邊 通常我們 原來的遊戲 割完草的時候 看不太清楚 到底是有割還是沒割 草到底是長長的 還是沒長長 好 但是裝了模組以後呢 可以看到 這個深綠色就是說 我已經割過一遍了 它現在有青草殘存在這個地面上 我可以直接來收集 那如果還在生長的青草 就會是這種 淡綠色 黃綠色的部分 感覺很 很嫩 很嫩的青草 那至於 已經 可以收割的青草呢 可以收割的青草 就會是這樣 這是我裝的那個模組 是這個 比較小清新路線的 都是白花 一大片的白花 讓我想到 白花有 但是跟這沒什麼關係 總之就是 視覺辨認上 簡單很多 我們可以看到 深色的就是 可以去使 用手草車來收 然後這個 有開花的就是 我們現在可以去使 去用那個 割草機來割的部分 然後看到 淺色的 就是還沒有長好 大概就是這樣 那至於 要裝在什麼地方 我這邊用口頭講了 有大部分的網站 都是會告訴你 應該在 檔案在什麼位置 這個壓縮的檔案 解壓縮以後 裡頭的檔案 要怎麼去取 通常有講清楚 但是有時候有的網站 可能是國外的 或者是 其他網站 沒有講得特別清楚 那 跟草地 材質 草地的材質 相關的 檔案 的位置 我把資料夾的位置 稍微念一下 就是在各位安裝這個模擬農場 2013 打開這個資料夾 裡面的 DATA資料夾 DATA資料夾 底下的 MAPS 就是 MAPS 這個底下 還有好多個資料夾 其中有兩個資料夾 跟草地的 材質比較有關係 一個是 MA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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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我們這個 遊戲自帶的這個地圖 你可能有裝其他地圖 它就不是叫MAP01了 那你就去找 你裝那個地圖的名字 那自帶這個地圖的名字 就是 MAP01 這個資料夾 還有另外一個 跟MAP01 一樣 是在這個 MAPS 的這個資料夾 底下有個 Textures T-E-X-T-U-R-E-S T-E-X-T-U-R-E-S 材質 材質資料夾裡面 還有兩個資料夾 一個叫Foliage F-O-L-I-A-G-E F-O-L-I-A-G-E Foliage 就是有關這個 植物的這個 枝葉 的這個 顯示 另外一個就是 Terran 的資料夾 T-E-R-R-A-I-N T-E-R-R-A-I-N Foliage 跟Terran 這兩個資料夾 通常就是有 在不同生長形態 或是割下來 還是還沒割 它都會有一個顯示 那我們去網上下載這些材質 然後就放到這邊取代原本的 同樣檔名的檔案 我們草地就會改變了 但是請各位切記 你在取代檔案之前 一定要做備份 如果出錯 你才可以回來 把它還原 先把它 必須要複寫 必須要取代掉的檔案 同樣檔名的 你先複製一份 放在某個地方 之後你去 把它取代掉 再進來遊戲看 OK正常了 那就是成功了 那接下來 我們再講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 有關這個 定速巡航的調整 我們用這個小的割草機為例 我們可以在 動力機具上按下 數字鍵的1 2 或者是3 它有3段 或者是4段 甚至還有速度4 就是可以調整不同的 定速巡航 像我現在按下1 它是47% 2是63% 3是我這邊是85% 好 那 為什麼知道這個比例呢 就是之前視頻有講過 我們去官方網站可以找到一個 一個mod 就是一個模組 它是 可以定速巡航 的微調 就是我們的123 我們還可以自己手動設定它 它是佔這輛 車的 總體馬力的百分之多少 好 那我們現在 來簡單講一下 假設我現在按下3 現在這輛車 看到螢幕最下方 藍色的這個 動力百分比的這個 它顯示是85% 一開始遊戲呢 它顯示的應該是 100% 這是預設的 第三段的 定速巡航的動力 通常是100% 那這個 我們如果要調整它的話呢 就按下 當然是 要先裝好模組 先裝好模組 然後 再按下這個鍵盤 最右方 有一個加和減 把這個減按下去呢 它就會 改變你 在第三級的這個定速 它的 動力的 百分比 假設我現在設成 80% 好 那我下車囉 下車以後 我再上車 按下3 它會記憶住 你之前的第三段 定速巡航 是80%的動力 那你會說 那如果我這台車 設成 第三 級的定速巡航 是80% 那另外一台車 會不會 也一樣啊 好我們去看一下 好我們可以看到 我先換了一台車 這台車的 第三級定速巡航 我把它設成65% 所以 每一台車 它的1234 你就算四個檔位吧 大概就是四個四段的定速巡航 它都可以獨立去記憶 所以你每一台車調成你 常用的方式 常用的馬力 你就不用每一次在手動的前前後後 加速減速的 比如說在一個地方就相當好用 像在 收割的時候 假設我們收割的時候呢 我們如果按下H 你會發現我這邊是因為麥田已經枯萎了 所以他就不會 不會 收 但是如果你按下H的話呢 這個工人他在收的時候 他會開 你有沒有看到 螢幕最下方呢 他有個43% 剛剛看到 43% 那如果 我們可以慢慢慢慢加一點速度 按下加按減 然後調整成 他在收割期間可以 最快的收割速度來收割 這樣子我們就會 比較省 他的工錢 對不對 也會比較好 快收割完了 那耕地呀 或者是整地 播種 都可以用 只要是可以顧電腦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使用這個 定速巡航的微調來調整他 每一個 不同的定速巡航等級 裡面的速度 好 那 這邊我再 順便講一下那個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好了 這個額外說的 就是在 整個地圖 的 東北方 還有 東南方 露營地 跟高爾夫球場 這邊都有一個 草堆 草堆是幹嘛的呢 賣青草 我們把 這個裝載青草的車輛開到這裡 有時候是收草車啊 或者是小的割草機 這一種 按下Q就可以賣青草 可以注意 螢幕右下方 我們青草現在是2500的裝載量 等一下他會變少 然後金錢 就會增加 那在這個青草堆呢 他是不能 從這裡買草 或是殘草起來 不行 只能賣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錢增加了 賣草 但是只能賣青草 賣桿那些的 就是上一期的視頻 裡面講的 賣的那些地方 那這邊還有一點 也是額外補充一下 好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收了馬鈴薯呢 就是土豆 收了土豆 或者是甜菜 我們可以開到這個貨車 附近 來把它卸載下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卸載下來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馬鈴薯的卸載呢 他本身沒什麼問題 但是在甜菜的 甜菜的卸載方面呢 要注意一下 好 假設我們現在把這個 甜菜的這個 機具呢 先設定好 把它的這個 送貨的這個輸送袋 先打開來 然後往前 好 各位 在這個 甜菜 如果我們 開到這個貨車上 邊上 他開始卸載了 我下車 他現在還是在繼續卸載 我一上車 他怎麼就停下來了 那個 土豆馬鈴薯那一台 我記得好像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 甜菜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收割機呢 他有 這樣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 我們 如果上車 下車又上車 這時候 他這個機具呢 他會回復到一個 原始的設置狀態 所以他的 他的 這個機器不會抬起來 而他沒有抬起來 沒有按V 抬起來的時候 他就不會進行這個卸載的動作 所以有時候我們跟著這個 就是 在卸載的時候 可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可能 我們上車 還要再按一下V 這樣子 他才會繼續把甜菜 再 放到這個貨車裡面去 還有一點就是有關之前 這個 連結不同 貨車 裝載不同貨物 這邊也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 使用方式 假設現在我在的這個 這個 這個小的貨倉 靠近我們現在螢幕 正中間這個呢 是 放土豆的 放馬鈴薯土豆的 然後 靠近 右側的那個棚子呢 是放甜菜的 好 那假設我現在是兩個不同的 裝載 兩個掛載 連結兩個不同的貨車 裝一個 是馬鈴薯土豆 然後 後面那一台呢 是裝了甜菜 那我也可以一次 用一台車一趟 來處理這個流程 那我們現在先看到 螢幕右下角那個小車圖標的右後方 高亮的區塊是在第一階車廂 第一階車廂就是馬鈴薯 我現在 因為我已經到卸載的位置 我按一下Q 好 然後 我再按一下 現在可以看到 甜菜已經卸載了 那我再按一次G 我再按一次Q 就是你兩個車廂呢 你都可以 開到 差不多的位置 然後就可以去 分別卸載 不一定要把兩個車廂都分開 然後再拖兩趟過來 不一定 但是有時候這個會弄不好 所以大家自己看看 那至於要怎麼把這個馬鈴薯和甜菜再走呢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後方他那個 輸送帶呢 他這邊是要稍微抓個位置 要稍微出來一點 假設我們去前面這個好了 我們要稍微 不是在他正下方 記得好像是要出來一點點 對 大概是這個位置 如果你是在他的正下方 有時候他就送不出來了 反正大家也知道 大概就跟 地心引力有關係嗎 對不對 他就大概會到那個位置掉下來 你就算準了 大概開到那邊 才接得到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 部分是講 插車的送貨任務 大概有三個地點的爬山 一個簡單的心得 但是 我先 跟大家 講一聲 如果你想要完全的享受遊戲的樂趣 那請絕對不要看接下來這一段 該怎麼爬山自己去嘗試 然後 成功了 時間 路程縮短了 這樣子越來越開心很有成就感 如果別人都告訴你 通通講好了 那 說實在 就不好玩了 就跟這個遊戲 金錢 你直接調 調一個 幾百萬 那就 真的就沒什麼意思 沒那麼有樂趣 好 但是呢 有一些新手可能在插車任務上 比如說我的車不好 送得太慢了 我想要找快速的路徑 有沒有什麼好的辦法 那我當然我這邊 我不 我沒有不想再用那一台紅色那一台 太慢了 但是有一些簡單的爬山方法 就是有幾個路段 大概有三個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簡單講解一下 但是我的操作技術現在不是很好 好 所以 請大家都包含如果 掉後霧掉了幾次 那就 好 見諒 大概 但是主要的這個思路 爬山思路 差不多 差不多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呢 是 我在這個 這個三號田地 就是 看我右手邊 右前方就是那個 農場商店 這個地方呢 三號田地的正前方 有沒有看到正北方 通過二號田地 那邊有個橋 過了橋 會到一個 河上的小島 那個小島上常常有一個送貨的終點 那我們常常要從那個 比如說高爾夫球場啊 或是哪裡有一個六分鐘多鐘的任務 常常就是要送到那個小島上 那至於當那個小島上 我們假設是從側面 從我們的 東方 或是從 西方過來的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走 底下的這個 馬路 也可以 但如果我們 為了節省時間 前面是從這個 山坡 爬坡下來的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切一個 直線的距離 那最近就是 正對這個橋 但是他前方有個撥坎 相當的高 那個地方常常會出問題 所以我這邊 我也來試試看 之前是常常成功啦 大概成功率是八成 大家多練一下就可以 就是下這個撥坎前 我們這個 貨差的這個 貨幣 要抬高一點 然後再高一點的位置 我現在是先用羊毛 這個來做一個示範 那不一定會成功 我待會實際操作一次看看 大家大概就是一個實路 然後這個 貨幣調高 貨差角度當然是最 靠自己 那這邊下去的時候呢 記得 不要太快 慢一點 好這時候我們看到 貨物沒有掉 但是我們卡住了 對不對 這時候可能是剛下來速度不夠快 這個大家要靠自己的手感 有時候 你太快了 貨物飛了 有時候太慢了 就這樣卡住 怎麼辦呢 我們利用這個貨幣 稍微頂一下地 這樣子就可以了 當然我現在操作的是比較慢一點 那各位進行任務的時候呢 如果直接下這個撥坎 走直線的話呢 還是不錯 會比你要從兩邊大概 可以快個 十幾二十秒吧 然後到這邊就是 送到這個終點了 記得剛剛 一過橋 這個 撥坎的那個有個上波 斜斜的上波 那邊我們要左轉彎對吧 左轉彎的時候一定要減速 這個貨物啊 常常我剛開始的時候 一左轉彎貨物飛了 甩尾吧 然後飛了 飛到河裡面去了 然後在地圖呢 最上方這個深藍色的深水河 你貨物飛進去 車子是下不去的 你車子下去也會卡在水裡 貨物也是卡在水裡 所以任務就一定失敗了 好 那 我們再看第二個 爬山的地點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24號田 24號田地的旁邊 這邊呢我的 後方就是這個模仿 就是古物的加工廠模仿這邊 那常常我們會從高爾夫球場 或者是從 30號田旁邊的那個紡織廠 接了這個送貨任務 但是要送到 12號田 看一下大地圖 12號田旁邊這個貨 貨運廠 常常是要從右下角 送到這個 左邊的中間 或者是從這個 紡織廠這邊 送到這個貨運廠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 比較快的距離 大家看直線 切這裡 但是貨運廠 這個段落呢 是比較 比較 詭異一點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試著 爬山 結成距離 因為如果我們要繞路 下來的話 有時候 時間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要走這邊 最左邊這條小道下去 也是可以 但是他還是要有 一點路程 所以我們 試試看這個 爬山 這也是一個思路 這時候我們沿著 24號田 一直往前走 好 當然剛剛我抬得比較高 是因為那個貨物快掉下去了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大概都維持 差不多水平的狀態 這樣走會比較穩 好我們沿著24號田 過了這個小橋 看到 我們一直往西邊走 然後過了這個小橋 會有個水泥的小房子 看起來 很像一個小的土地公廟之類的 然後過了這個 小房子 在這棵樹這邊馬上右轉 下了波我們就可以到達 這個貨運場附近了 記得下波的時候呢 這個貨幣的高度可以稍微 高一點但是不要 提的完全到頭頂上 頭頂上有時候甩一下 它還是飛出去 好的下波的時候呢 不要太快 慢慢來我們已經節省了很多路 所以這邊就是 盡量不要撞到石頭 不要撞到樹 就沒問題了 然後別從隧道那邊 直接下去 它那邊 垂直90度的 真的 很難成功 這邊 我們慢慢滑一滑 好這樣就上來了 上來以後呢 可以記得如果重心不太穩 就把這個貨幣降低一點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隧道 剛出來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 貨運場邊緣 都一個鐵 鐵網的這個圍欄 這邊有個縫可以進去 那我們就從這邊走 過這個鐵軌的時候 就記得 保持這個車身 比較平穩一點 這邊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急著左轉 切得太靠牆 很有可能撞到我們現在左手邊這塊 凸出來的這個貨物 這個撞了 貨物就飛了 就是 終點 近在直尺 但是很容易失敗 所以特別小心 我現在車身正左方的這一塊 凸出來的這個貨物 然後基本上呢 我們只要 下了山 這樣就到了 另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下這個山坡的一個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剛剛鐵軌那個縫 這個地方也有一個縫 有吧 這個地方比剛剛鐵軌進來那邊 窄了不少 大概是一半了 但是我們剛剛切下來 下山的這個地方就不太一樣 我們剛才是過了這個 小橋 還有那個小水泥房子右轉 對吧 所以會在 隧道的那一頭 但是如果我們要在隧道的 靠東邊這一頭下山的話 我們就不要走到那個小水泥房子那邊了 就大家練習一下 抓一下地圖那個距離 從這一側下山呢 有幾棵樹要躲一下 然後底下 我們先看到 螢幕正前方 螢幕像上方 那個小 那個小河谷裡面 不是有一群石頭嗎 別摘到那石頭裡面去 真的我好幾次卡在裡面都出不來 那 很不好處理 然後就從那個 大概是我正前方那個撥下來 撥抖一點沒關係 不要像這個 那個 隧道那個 石牆 那樣 90度就好了 這個七八十度都沒問題的 慢一點慢慢滑下來 滑到這個地方 把它撥上來走這個 鐵絲碗中間這個縫 鑽進來以後呢 直直走 5秒鐘 就到終點了 好那這邊我暫停一下 我再大概講一下 有關找氣場 那邊有一個地方可以 增加我們送貨速度的 好的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在找氣場 這邊就是六號田的 東北方 那像我們常常要從這個 這個 對面 我現在方向的對面 就是大概是在 整個地圖有時候我們是在這個 村裡面 這個 村中心裡面或者是高爾夫球場 或是紡織場 接了任務 送貨要往早氣場 的這個 後門的這個方向 他這有個小的木頭倉庫 他的門口 在找氣場的後方 那要送到那邊 我們要過這個 通常一開始我們都是過這個 找氣場的前門 後門這兩個管制交通的一個 像平交道這個柵欄 但是過這個柵欄的時候 我們通常不能全速前進 都要比較慢 因為他的感應時間 還有 範圍呢 比較小 所以我們到 有兩個柵欄就要減速兩次 有時候我們趕時間 前面掉了貨物啊 或者是爬山爬歪的 所以 可以從這個圍欄 沿著找氣場 靠西邊這個圍牆走 這個縫很小 但是剛好可以過 可以全速前進不用減速的 我們現在來操作一次 這樣我們就到達目的地了 就 比起這兩個柵欄都要分別減速一次 到達目的地了 到達這邊會稍微快一點點 那各位就是我們今天呢 第二 集的這個 補充說明了 大概就到這邊了 之後 應該是不會再有後續的視頻了 有很多東西 大家可以自己摸一摸 自己探索一下會比較有趣 然後這邊阿比祝大家 遊戲愉快 生活順行 先這樣囉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